记者黄明堂台东报道 台东大学今天毕业典礼 除了颁发大学 研究所及博士班的毕业生证书 也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 给杰出校友林福帝导演 高龄83岁的校友王任生 担任毕业杰出表现奖的颁奖人 以自身白手起家的经验 传承给学弟妹校方指出 校友林福帝毕生奉献给台湾电视 电影圈指导的作品近百见 有心形之卧心 又见阿狼草地状元 厦门新娘等多部令人难忘的经典作品 对于提升台语片水准有卓越贡献 林福帝勉励学弟妹在学校所学 虽然不一定能学以致用 但是要活学活用 不要死硬不懂电通 要将所学转变应用 东大名誉博士 校友总会名誉理事长王任生 每年毕业典礼都会回母校 见证学弟妹人生中的大事 今年王任生校友将担任毕业杰出表现奖的颁奖人 高龄八十余岁的王任生在中国创业有成 有河南王支撑 他勉励学弟妹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要不停创造 要把学校所学发挥淋漓尽致 今年毕业也有第一位日本级毕业生 是与日本姊妹校合作双联学位的久赖加之 她的父母也特地从日本来参加毕业典礼 一起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 久赖加之来自琵琶湖城西体育运动大学 主旧户外运动项目 就赖说 当时看到台东大学学生到日本交换留学 却少有日本学生到台湾做交流学 这样子的想法促成这段与东大两年的缘分 从不太会说中文 到现在可以用中文做潜水教学指导 欢迎发信息 在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